10月的台中充满了一文风 爵士音乐节刚落幕 紧接着国际舞蹈嘉年华 10月25号登场 横跨到11月初双周末 这是台中第四年举办 而且今年还扩大邀请西班牙 比利时等各国的舞蹈团 还特别请国标舞女王刘真 编台中城市舞 希望让台中健康活力的形象 传遍世界 国标舞女王刘真 领跳的向前走 是专为台中编制的城市舞 连同极致体能舞蹈团的舞者 一起律动 展现台中的阳光活力 也为2019台中国际舞蹈嘉年华 揭开序幕 这么大型的活动 然后大家就是一无会有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 过去三年台中举办过财舞技 今年扩大加码推出升级版 不但有亚洲团队 还邀请欧洲知名的舞团 向西班牙反向垂直舞团 会在国美馆墙面上 演出空中芭蕾 比利时引领童话般的魔幻夜空 10月25到27号 以及11月1号到3号 双周末在文新森林公园 美术圆道和夏绿地三大场地 展开欢庆饗宴 国内的舞蹈社团也共襄盛举 各界武林高手以舞会友 往年只有四天 这次扩大到六天 那就是希望为台中市 带来更多踊跃的观光旅游的人潮 台中市下半年 真的是一棒接一棒 精彩可骑 从购物节到爵士音乐节 国际五道嘉年华之后 新设花海花坦节 12月21号台湾灯会率先点灯 一直到2月8号 厚礼主灯区大放光芒 台中29个行政区动起来 凭经济之外 更要形塑台中健康热情的城市指标 记者王胜炼台中报道